记者陈玉富台北报道,党产会主委林峰正经接受广播节目访问表示,就国团是国民党中改会上决定成立的青年活动中心以前更是国家出钱所盖,收归国有是最基本原则。 林峰正表示,就国团所有资源都来自政府,一开始是在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上决定成立,最早由蒋经国当主任,后来党主席蒋经国也直接找了李中贵接主任。 林峰正指出,就国团的青年活动中心各大山庄六十几年来都是由政府出钱盖的,八十年代后,外界开始批评就国团经营旅馆,用国家资源什么不用钱,那时才开始有称租。 对于就国团后续进度,林峰正提及,现在是先要认定他是赴随组织,党产会已找了四十年代致晚性相当多史料文献,发现就国团还去国民党中央报告团务,就国团业务是在进行党的青年工作。 林峰正说,就国团的资产确实来自国家,盖房子的钱都是国家预算出的,里面没有私人资本,在政治民主化后,就国团必须要去面对,不能继续这样下去,资产应归还给国家,该收归国有就做处分,如不适合,就接受国有监督方式,是否让他继续经营,这个是可以谈的。 林认为,就国团旗下一些基金会可引入公共监督机制,若张老师真的收归国有,让公务员去做张老师会比较好吗? 这我是持保留,不一定要公有,但一定要公义。 他强调,党产会要有机会让这历史结束,这些是过去留下的问题。 国民党用妇联会进行妇女工作,用旧国团进行青年工作,收回国有是最基本原则。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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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